內地有不法商家透過破解閉路電視系統 截取了不少普通家庭閉路電視所拍攝的畫面 在網上以幾十元至幾百元不等的價錢出售 張偉聰報導 有沒有想過住民宿的時候敷面膜 和小朋友玩 或和另一半談談情 竟然會被閉路電視拍低 成為別人的生財工具 現在不少家庭都會在自己家裡安裝閉路電視 原意是方便照顧小朋友 又或者一旦發生意外 都可以以第一時間處理並保留證據 但又不法商家 藉著破解閉路電視系統截取拍攝的畫面 就連公眾場所的閉路電視同樣不能幸免 洗手間 美容院等 嚴重侵犯私隱的畫面 在網絡上都有得賣 甚至可以按偷窺者的要求 由他控制那些閉路電視的鏡頭 售賣的影片來自全國各地 放到這裡面來了 如果咱們數一下 這視頻的量非常大 非常可怕 大家可以看到這二十多家的監控 我們隨時都可以查看 比如說這個吧 這家的女主人 正在沙發上做按摩 就是都被拍到一清二楚 這些閉路電視的畫面 一般會在各種群組裡面傳播 有些完整版 還需要另外購買 價格在幾十到幾百元不等 甚至連破解軟件都能夠買到 事件曝光之後引發網民的譴責 有人認為這些是重大安全問題 應該立案調查並一嚴懲 有網絡安全專家就提醒 購買鏡頭回家使用 一定要改了原廠設定的用戶名 和密碼 否則就很容易被人有機可乘 有線電視記者張衛聰報道